霹雳宝斗姆宫今天正式为该庙的五银龙开幕 并在现场进行了传统的点睛开光仪式 这个耗时一年时间完成的五银龙装潢 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 其中四条龙攀附在斗姆宫天坛外的四条柱子上 另一条龙则悬挂在大殿正前方 大殿内则还有另外两条降龙 斗姆宫理事会指出 他们是全马第一间拥有LED五银龙装潢的庙宇 七条栩栩如生的立体降龙在夜间大放光彩 其中黄色降龙还会喷出烟雾 让神庙仿佛置身在祥和意境之中 斗姆宫主席陈梦丽表示 改庙一直寻找创新方法 以便吸引更多年轻人踏足庙宇 他们也非常感谢热心人士鼎力赞助 打造出全新的降龙装饰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 今年是第一次 那么其中一条是立体的 那么这个很特别 那么这些都是赛南信女他们赞助 装置这个龙 所以这方面我相信会吸引到很多赛南信女的前来 慕拜 参观 祈求 平安 风调以顺 今天的点睛仪式完成之后 也象征着年度九皇爷庆典的开始 并希望在降龙的衬托下 今年的庆典能够办得有声有色 MTV七霹雳采访不到